而接下来的这一起车祸是发生在台东县 27号台东县被南乡烟草间路段 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车祸事故 一辆由南往北行驶的小客车 意思因为超车不当 失控撞到了对象的高丽菜车 强烈的撞击 力道导致了自小客车全毁 车上的驾驶张姓男子 以及张姓乘客送医之后都宣告不治 而高丽菜车上头的两名女子 也紧急被送往了医院急救中 事故确切的原因 仍在警方调查 从行车记录器的画面上可以看见 一辆制小客车跨过双黄线 直接撞上载满高丽菜的小货车 而巨大的撞击 让小货车上的高丽菜全部喷出 而造势的小客车驾驶 以及车上的乘客 被送往医院急救后 仍是伤众不治 而跟在高丽菜车后方的驾驶 则是回忆起当时车祸发生的状况 高丽菜车是发财车这样过难 就是我们跟在发财车 就是高丽菜车后面 然后对象来车是 对象来车是一台自小客 那自小客在转弯不胜的时候 就是他的转弯幅度拉错 结果他突然偏右偏太多 他就要拉回来拉回左 就拉回左的时候 拉过头 就副驾驶座 这边直接被 正向抓到 台东分局 今27日14时50分许 接获110报案 在台东县 边南乡美农村 烟草间 台九县 348公里处 发生重大交通事故 经远景道场处理 为自小客车 沿台九县 由南向北行驶 因不明原因 跨越双黄线 驶路对象车道 与对象自小货车 发生事故 自小客车驾驶张姓男子 及乘客 专一抢救不治 令小货车上驾驶 阳逊女子及乘客阳逊女子等二人受伤 详细造势原因深入调查中 这起车祸事故 造成自小客车上头的两人不幸身亡 而被撞的高丽菜车上的两名女子 目前则是在医院进行救治当中 详细的车祸造势原因 以及后续的责任归属 目前则有待警方进行深入的调查 以及厘清 记得陈吉林 北南乡报导